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文美集团呢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直接搜索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议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万博士今天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干货 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有没有万有的问题 我会最后请这个万博士来为您做解答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全美竞争最火爆的UC加大LA博克利录取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好 下面我们请万博士来为大家介绍 这个如此火爆的大学到底有哪一些录取的要求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大家知道这两天进入了UC加大录取的最后阶段 也就是在昨天UC博克利就是最后一个发放榜单的学校 公布了录取结果 也当然今天还有部分学生有可能会输到一些录取结果 那么基本上2022年秋季入学的学生的录取工作 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么普遍反映出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今年如此的火爆 是吧 那这个火爆从哪里能看到呢 从巨信上可以看到 那么往常来说的话呢 今天 今年的巨信呢 往往会说啊 这个不好意思拒绝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激烈 但是今年的这个巨信呢也很有特点 特别加了一句今年有多少人申请 那当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UCLA 也不是UC博克利 因为他们的增长呢是在20%以内的申请人的增长 那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个UC圣地亚哥尔湾这几个学校 他们的增长达到了30% 40% 是如此的夸张 那为什么如此的夸张呢 举个例子 除了UCLA Berkeley之外 还有两个比较火爆的学校呢 就是UC圣地亚哥和UCSant Barbara 那么UC圣地亚哥的话呢 今年的申请人也达到了13万之多啊 13万之多 那么往年它大概是八九万人的样子啊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整反应普遍 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一个状态呢 我分析起来呢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还是跟这个SAT的这个Blend有关系啊 这个Blend的话呢是全美目前唯一 说Blend的只有UC加大 起码目前在我已知的大学里面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在录取你的时候 我不参考SAT成绩 那么在这个的话呢 其他学校都是optional 那只有它是不参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大量的学生 往加州涌入 往加州涌入来进行申请 那刚才说的13万8万14万 那这些申请数指的是总体的申请人数 包括了加州申请人 包括了加州以外的美国各个州的申请人 也包括国际学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应该来说对于那些不善于考SAT考试 但是GPA还不错的学生来说 那么加州绝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这个第一选择就是意味着他的GPA 会水涨船高了 水涨船高 所以今年你会发现 从去年就已经有这个趋势 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用一个通俗的大概的一个比例来说 像Erwan San Diego这些学校 在2018年19年的录取的统计数据 大概是在3.6 3.7应该是稳劲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我有一个前提是我的学生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别人的数据我看不到 我感觉我自己的学生 那么到了疫情爆发 因为就开始没有SAT的 那个时候不是学校不想要 是学生提供不了的情况下 那么他的这个像U.C. Irwin San Diego的数据 就已经到了3.8 3.9 那今年的录取 从我这边来看 那就是3.9 4.0 当然了这里边就是包括了一个 AP的我说的都是VT的GPA VT的GPA 那像这个咱们今天重点要讲的 像这个UCLA Berkeley这两个学校 它的GPA更是达到了4.2 2018年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在4.2 4.3左右 那现在将近了4.3 4.4 录取的希望才比较大 如果你看这个成绩单 基本上是全A的成绩 也就是顶多有一两个B吧 那如果你比稍微多一点点的话 AP课程稍微少一点点的话 可能都会影响你的整个录取的结果 那么上一次的上周的咱们的这个讲座 重点讲了UC博克力的这个 它的一个审核的要求 那么今天的话 那么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更全面的UC加大 那么它现在成了全美国 甚至全世界最想去的大学 本来UCLA Berkeley就是全美公立大学里面排名第一第二位 物美加零 是吧 学费非常的便宜 然后排名声誉知名度又那么高 是吧 那咱们今天再花一期节目时间来看看 那么它们的这个录取的审核的要求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讲要善于利用这个美国的一些资源 尤其是官方的一些资源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站的话呢 就是这个UC加大的官方网站 什么叫UC加大的官方网站 这是哪个网 是IOA 是伯克利 是尔湾 是圣地亚哥吗 都不是 它有一个总网站 这个总网站呢就叫 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索的话 那么你就直接搜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dmission Admission就是录取的那个词啊 你就能够出来了 翻清导播可以切换一下 切换一下画面啊 那么那这个画面的话呢 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叫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那你就进入到这个网站了 那么这个网站里边的话 它有个叫admission data admission data就是一些录取的一些数据 你看它的requirement 它就有一个分类 非常详细 应该这就是公立大学的一个特点 你会明显发现 有些学生GPA不好 可以录到前20甚至20左右 当然我说这个不好是加引号的 有些学生GPA高 但是这个课外活动少 那公立学校就更适合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呢 简单来说总结一下就是 公立学校更看重你的硬实力 私立学校 不能说更吧 起码说是在软实力方面的比例会更大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呢 它就会有明显的这么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GPA3.6 应该来说是相当低的了 那么他可以录到30名左右的 像罗切斯特这种级别的大学 30名左右的罗切斯特的大学 但是呢 他像UC加大的这几个 也是同样的排名的学校 他几乎是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他的课外活动背景 领导力创造力特别丰富 那我甚至都怀疑 UC加大的审核人员 是不是没有仔细看 一看分数 AP课的数量不够 就直接给发据信了 所以他UC加大全军覆没 但是他的这个私立大学的申请 就满地开花 罗切斯特大学 纽约大学 这个东北大学 波士顿大学都录取他了 都录取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软实力特别强 所以这个你就会明显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要根据自己 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就明显有这种倾向性 那公立学校 他为什么这样 之前我跟大家分析过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是纳税人出的钱 那么纳税人出的钱的话 你就给了这个招生官的自主性就比较小 招生官招生的自主性比较小 那什么叫自主性比较小 招生官自己的偏好 一些个没有标准的东西的衡量的尺度 他在公立学校他就不好试用 那么像这些他就比较好试用 为什么呢 你看subject requirement 这个就是A2G的requirement 这个上次这个节目咱们讲了 这个所以A2G的要求我就不讲了 那么GPA的要求 GPA的要求 sorry 这个对 GPA的要求 他有一个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就是你的GPA 加州公民 加州居民要3.0 外州的话要3.4 你才有这个资格来申请 然后呢 还告诉你如何来计算 你的GPA成绩 如何来计算你的GPA成绩 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网站 叫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这里边告诉你如何判断你这个GPA 如何算的 包括你荣誉课算几个 你看了没有 这句话我随便讲一讲 对于10年级的学生来说 你不能用猫增4个honor points 看没有 这其实都是在给你具体算分数的 对 具体算你上了几门AP课 一共honor课 你一年可以有几个这样的 可以叫extra credit也好 或者说是算分也好 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它是明显的在给你算分数 所以在下面 exam requirement exam rate 对于international student 什么english的要求 是不是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这几个 SAT的一些解释 这个你自己去看 admission by exam admission by exam 这个就是admission by expense expanded的这几个 你自己去看 还有就是这个 California residence的要求 to pass 你怎么进到这个 guarantee的这个项目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是在一个学校里边的 排名的比例 你是前百分之五或者前百分之十 UC加大是有一个local guarantee program的 保证你保证你进去的一个项目 大家要善于利用这样的资源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ap exam的credits ap exam的ap考试的ib的a level的这些课程 如何来计算 如何来计算都在这里边有所显示 都在这里边有所显示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信息量比较大 所以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目录 大家去看这个网站不会中文的怎么办 大家可以用那个谷歌翻译 翻译的非常精准 你一边翻译一边对着这个看 你就非常清楚的明白 谷歌翻译的正确率我觉得在90%以上 所以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 先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这个万博士给我们分享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可以查询 或者了解相关录取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动起来用起来 这个对于很多的已经这个在大学 或者是未来马上就要的 哪怕90年级的同学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来咨询文美集团 因为它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芝加哥等等 有12个城市 它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同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内容 包括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的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同样呢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 最富盛名的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跟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不一样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呢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 还有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家长 在给孩子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同时呢 中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印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789-0942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请万博士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这个UC加拿大的 这个伯克利的录取数据分析 万博士 刚才你也说到了 陆续在放榜 那么所以根据数据来看的话 您觉得今年的整体形势如何 好的 咱请导播再切换一下画面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不仅仅是今年 今年的数据 其实我刚才讲了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放榜 如果今天还收不到 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的话 那么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或者说是没有希望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因为UC的招生政策是这样 这周是Freshman的放榜日 那么从下周开始进入了 这个转学生的放榜日 就是从社区大学转学的 所以基本上这是他的一个正常的工作安排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数据是 UC加大最近10年的数据 从2011年到2021年 大家都知道我是2010年进入这个行业的 正好是12年的经历 所以我是完整的经历 每年都在经历这个数据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特别有意思 大家看最早在 这是首先的话 这也是一个工具非常好用 这个工具好用在哪呢 就是这是一个总数据 UC8个分校加在一起的数据 咱们先看一下总数据 总数据的话 2011年这个所有UC加大这么多分校 加起来有106309人 这个数据是没有重复的 为什么没有重复呢 比如说我一个人同时升了8个学校 他没有算8个人 他把你算成一个人 好吧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说万老师才这么点人申请 那我都升了7个 是吧 他是把你算一个人的 2011年看10万 12万 14万 14万8 15万8 16万6 17万 18万 17万 17万 20万 今年我预计人数应该在23万到25万之间 这是总申请人数 那怎么看每个学校单独的申请人呢 咱们现在有一个bycampus 咱们点伯克利 咱们点这个伯克利 OK 伯克利的数据就出来了 伯克利的 这就是伯克利 2011年的时候是52,000 大家知道这个刚才 刚才整个UC系统 2011年的申请人是多少 10万出头吗 所以他一个人占了50%的比例 对不对 一个人占了50%的比例 在那一年 他的录取人数是11,000人 所以加起来是 这个录取的比例就还是算比较高 将近20%的比例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呢 他还有这个种族的分布 种族的分布 那当然这个white和asian是最多的 因为在加州嘛 Asian非常喜欢 是吧 18,000人申请 Asian18,000人 white是14,000人 那录取了多少人 也基本上成这个比例吧 Asian录了4,500人 white录了3,290人 是吧 那么咱们中间一路跳 一路跳 看 2021年的时候 UC伯克利是11,000人进行申请 11,000人进行申请 录了多少人呢 6,113人 这个比例就不成比例了 是不是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申请人的上涨 他招生人数并没有 申请人成倍上涨了 他招生人数并没有成倍上涨 是吧 你看他的招生人数 从11,000人涨到16,295个人 16,295个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涨了5000人 然后Asian涨了多少 Asian从4,500人涨到了6,100人 我觉得这个比例还可以 1600人 涨了1600人 是吧 所以基本上是按照 这个大概的这个比例来讲的 那white的比例没有变化 你看 white的比例在下降 其实是不是3299 31是不是 2008 2020年的时候 所以white的比例在 Asian的比例在上升 是吧 所以那这里边的话呢 那你再看Asian的申请人数的上升呢 翻了一倍 从18,000人到现在是36,000人 36,000人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提出来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其实咱们没有在跟白人竞争 咱们更没有在西语人竞争 咱们在和自己人竞争 咱们在和Asian竞争 其实说白了 他没有再分的细一点 你以为Asian里没有竞争吗 我认为韩国人日本人的 从招生的绝对数上来说 那肯定是要小于中国亚裔 就是说我指的是中国背景 日本背景 韩国背景 菲律宾背景 从绝对人数上来说绝对是小的 但是从比例上来说 你大家看不到 是吧 这个竞争来自哪里 来自咱们周围的这些同学 是吧 那么咱们比如说咱们再看一下洛杉矶 洛杉矶的数据 OK 这是洛杉矶的数据 洛杉矶是全美申请人数最多的洛杉矶 因为2021年是139,000人申请 是不是 那61,000人 这个就有duplicated了 这个就有duplicated 那么因为这个 那你否则那怎么这个占了一半了呢 是不是 你刚才说20多万 那这怎么UCLA13万 是吧 这是申请人次 这是人次 这个不是人 那么 它是201年的61,000人到现在的139,000人 Asian的话呢是21,000人变成了42,000人 也是翻倍的增长 那录取的数据呢是59,000人 5954人涨到5331人 什么意思 今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UCLA对Asian没有像UC伯克利这么友好 你看这个数据你就看出来了 5900、5600、5800 只有2016年录了一个6,100 2020年录了一个6,200 是吧 那除此之外 你看今年又降下来了 对 它不像这个UC伯克利是一路增长 一路增长 涨到6,000多 所以今年的录取的趋势 我也明显感觉到 再给大家告诉一个 告诉大家一个不成文的小秘密 这个你可以去已经 你可以去问那些 今年刚刚拿到录取的一些人 有没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UC Irwan和UC圣地亚哥 是传说中的姊妹校 如果你被UC圣地亚哥录取了 UC Irwan 可能就不要你了 你会得到一封巨信 如果你被 Irwan录取了 SD是一个巨信 那这个UC圣巴巴拉和UC戴维斯 是这种姊妹校 你圣巴巴录取了 戴维斯可能被拒了 戴维斯录取了 可能其他被拒了 那么LA和伯克利 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姊妹校 你很少看到有人被LA和伯克利同时录取了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那今年我的学生大部分是被伯克利录掉了 这个LA这边就是都是巨信 因为我刚才说他们两个不打架 为什么 不要资源浪费 不要资源浪费 当然UC还没有厉害到那种程度上 就是我只一个学校录取 剩下全聚 他没有 他现在是截对子了 二对二的一个截对子的 来发展 所以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UC Riverside和Santa Cruz也是一种关系 那么所以有些人不要着急 比如说是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在得到伯克利录取之前 只录了一个耳丸 因为SD把他拒了 然后这个Santa Barbara也把他给拒了 戴维斯那时候没出消息 然后这个LA也拒了 哎呀这可怎么办 结果快突然来个Rice 这是全美排名18名的录取 全美排名地南方的哈佛之城在德州 是吧 Rice给录 啊汪老师我都失去信心了 我以为我就去耳湾了 怎么Rice能把我录了 我有这么好吗 我说这就是功效和私效标准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结果昨天伯克利又来了 是吧 他说啊 怎么Santa Barbara San Diego把我给拒了 伯克利居然要我 那这是什么 那难道San Diego比那个Santa Barbara比这个伯克利要求还高吗 不是这么回事啊 是不是 他们结了一个对子啊 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规则 很多的套路啊 需要咱们去寻找 包括这些数据啊 你如何来看 如何来分析 那我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就是 UC加大越来越像中国的高考 嗯 越来越看 看分数 刚才我告诉你的 你上了四门 奥乃克给你四个points 这个事儿 看见没有 嗯 是吧 这就是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性 在这儿 所以他变成一个加减法的游戏 UC加大 所以你如果想留在加州上加大 好好把这加减法做好 嗯 对于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啊 好 今天讲这么多吧 好 谢谢 谢谢这个万博士啊 前面的讲解 那么啊 我们刚才说到前面有位网友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也是跟今天万博士在讲的很有关系啊 我们请万博士来做一些小小的回应啊 他说万博士你好啊 他说请问这个UCB 呃 waiting list会有一点点希望吗 他说感觉今年UC的录取率史上最低 我有一个家长给我讲了这一句话 昨天跟我发牢骚 说这个 哎 UCB怎么感觉跟抽奖一样 哈哈 热透一样 对吧 啊 其实还是很难的啊 一般来说我建议了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你可以写个lovely letter啊 就是进一步感兴趣的信 给这个学校写一写 看有没有可能啊 一般的这个 录取的waiting list的结果 一般要到8月份 有可能才出来 甚至有的时候 这几个学校有一个传统 就是压根就不给你消息啊 不给你消息就没消息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个waiting list 等你有学校录取 你一定要交一个定金 把位置先占上啊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啊 啊 是吧 所以这个甚至人家到时候8月份都不会给你结果 啊 如果给你结果了 当然是很开心啊 但是整体上来说 那就是像刚才那位家长讲的 这个乐透性的东西在里面了 没错 我们这边有往往说啊 人均waiting list啊 小红书刷屏了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拿到的是这个wait list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万博士给出他的意见啊 可以写一个lovely letter 过去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是要去占一个位置啊 免得的这个waiting list 最终没有消息的话 那就真的是没法读书了啊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建议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还可以继续来咨询万博士和文美集团啊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它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芝加哥等等啊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是为华人提供教育服务的 他们主要服务的内容呢 从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同样的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呢 他们都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 还有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这个方面 另外呢 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 一公讲的官方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几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查看万博士 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了 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服进行互动 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7890942 今天感谢万博士 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或者直接联系文美集团 那么我们的升学直通车 每个周五 每夕时间中午一点 不见不散